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方文面对面 我是王云飞 对台海问题 大家的印象当中 是美国一直在强调 我要先防台湾 我要提高台湾的防备能力 要保持所谓两岸的现状 等等等等 可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有了新的说法了 他说 美国将来的美国 美国将来的目的 是让台海永远不发生战争 我一听 好像美国现在的表态 比过去收敛多了 那么美国是不是为了 让台海永久保持和平呢 不发生战争和台湾独立 和台海和平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请王云飞先生 对沙利文这种最新表态 进行一个解剖 台海方面的局势 最近美国和其他的美国小伙伴们 放的话 集体偏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去年 菲律宾他们就放话说 他们当时怎么说呢 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但是台海和平关系着我们的切身力 所以我们支持一个中国 我们支持台湾统一 但是中国不能用武力的方式统一 这一点就跟我们的阻止相悖了 我们说的是 我们是以最大的诚意进行和平统一 但是均决不放弃武统 对 而现在就是很多国家 包括刚才美国沙利文的说法 他就是说让中国放弃武统 如果放弃武统 台湾能统一吗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们这个话说的漂亮 实际上是包藏获心的 对 另外沙利文说这个话 他是有一个背景 什么背景呢 就是近年来 美国的战略界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说 我们中国大陆统一台湾 有一个窗口期 这个窗口期 就是大概十年的时间 从2025到2035年之间 如果超过2035年了 那么中国大陆可能会面临 人口老龄化 然后中国的经济衰退 因为另一方面 美国的海军还有空军 他们战略转型也要完成了 那时候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 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时候中国大陆想统一台湾 也没有那个能力了 所以在2025年到2035年 这个窗口期内 他们要用一切的手段 来阻止中国大陆武统 那怎么阻止武统呢 另一方面当然是武力恐吓了 就是最近美国智库 搞了好多次什么台海的兵器推演 都说美国一定会胜 中国一定会败 就吓唬中国嘛 就让你不敢武统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发动他的各种小伙伴 就是集体的就是反对中国武统 像刚才菲律宾的表态 包括那个日本的表态 说什么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啊 这一类的 还有那个韩国呢 虽然没有正式的表态 但是最近有一个民调数据说 韩国的民众65%都支持 协助美国协防台湾 就把中国周边的 一圈的这个国家呢 都给鼓动起来 就是反对中国武统 然后给中国这边制造一个 全世界都反对你的一个假象 吓唬中国 那中国不敢动手 然后在军事准备方面呢 就是所谓的什么豪猪战略啊 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碉堡 另外就是把台湾这个兵役时间 从四个月提高到一年 这样让台湾的这个战斗力呢 可以上升一个台阶 种种的这个措施呢 都说明啊 美国其实现在呢 是在拖 就是想把这个窗口气给拖过去 那么美国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觉得啊 他们还是低估了 我们这个统一台湾的一个决心 毕竟啊 我们的中共十九大的报告里面 已经说了 就是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一个前提 就是祖国的统一 如果祖国不同一 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 所以呢 既然我们把这个调子定在这儿 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做到 我们不像西方一些国家 他们有时候啊 把话说的特别的满 话说的特别的高 但实际做起来的时候呢 折扣打的都不知道打进几折了 而我们中国 从来都是话说到哪 我们就一定会做到哪 这一点是我们跟他们巨大的差距 所以啊 我们对于沙利文的这个话呢 放在这个背景下 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呢 就是在吓唬我们而已 其实啊 说穿了 这是美国的一个策略而已 武力统一不行 和平台独可以 和平统一不行 和平分裂可以 托克十年 那二十年之后 美国那个时候啊 又缓过气来了 中国就更没有能力 解决台湾问题了 美国就可以永远 做世界的霸主了 要问问中国会答应吗 中国永远不可能答应 这种包藏护心 被中国人看的是透透的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防护面》里面 下一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